欢迎回到12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星 北京驱赶外来人口手段粗暴 但是从社交媒体上流传出的视频和照片可以看出 被驱赶的人基本上是逆来顺受 没有任何的反抗 那么中国底层弱势群体是否注定难逃 朝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命运 当局驱离这些低端人口 以优化北京的环境背后的秘密是什么 如果中国大小都市都按照自己的所谓功能 来决定欢迎哪些人 排斥哪些人 中国是否又会往城乡分隔的老路上走 从历史经验来看 为什么以隔离和控制为特色的体制 都难逃失败的宿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讨论北京驱赶 所谓低端人口的这个争议 那么我想请 首先请吴强先生的跟我们来谈论一下 刚才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提到 习近平治下一个以控制 以计划为特色的这个治理手段 那么我想请您来谈一下 就是那么北京这次清理 还有包括可能未来大城市的这个清理 都是一个习近平要加强社会控制的 一个大趋势的一个体现 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看法是什么 对的 就是过去五年 一方面在发动各种运动 另外一方面 它也在做建设 建设在围绕着 叫做内部职民主义 职民主义它包括把人分成三流九等 把城市分成各种一线到五线的各种等级的城市 对职业 对人 对公民 用所谓社会信用积分的方式来打分 然后通过积分的方式进行城市准路的门槛的设置 就是说社会信用积分到了多少才能够绑定 你相应在某个城市才有居住的权利 以这种方式来限制人的流动 限制人的阶级流动 限制人的向上的流动 各种方式来限制 这种限制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隔离 这种社会隔离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 换句话说 中国一方面 它并没有说放弃全球化 反而是拥抱全球化 全球化我们都知道是意味着商品人员服务的自由流动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担心这种自由流动会带来巨大的反作用 这种反作用首先现在影响的 就是所谓的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的 这么一个目标上面 那它就要把一切跟可能跟美好生活的这个目标相冲突的 所有这些它认为是丑陋的低端的东西 把它隔离出去 隔离到哪里 隔离到小城镇 隔离到分散到其他地方 然后用当地的网格化的方式再控制起来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然后互联网的隔离我们是更早的 防火墙的设置等等等等 那么企业的隔离我们也会慢慢会看到 外置企业等等等等 他们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发现在未来隔离将是这个社会 在内部所采取的所有政策的一个具体的方向 但至于怎么走 我们人家要观察 我们不知道这个政权有多少的想象力 有多少的这种制度的能力 来建设这种国内的诸多的这种 以土为止的方式 以国内这种长城的方式来进行隔离 这是我们要拭目以待的 好的 其实胡新斗教授 我们知道这次北京驱赶这个外来人口 其实可以追溯到这个习近平 2014年视察北京的时候 他提出这个要所谓疏解北京 非首都功能的这个主张 那么在内之后 北京确定要在2020年 把人口控制在2300万 所以清除这个所谓多余人口 成为这个市政府的重要的这个任务 那么刚才吴强先生提到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概念 就是所谓隔离 那么著名的这个中国宪法学者张千帆 也认为他说习近平这种政策 说白了就是按功能 把各个城市和农村的分为三六九等 让人联想到就是改革开放以前 这个计划经济的模式 用一种非常计划 非常控制的方式来发展中国的经济 你觉得这种发展模式 在今天的中国 在全球化的 今天在经济流通的今天 在今天的中国还行得通吗 的确目前中国所采取的 所谓的中国模式吧 它有它的特点 我今天在另外一个电视采访中也谈到 中国它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某种结合 国有企业占据了经济的制高点 基本上依靠的是行政手段 实际上这类似于某种强化版的谈诗主义 也曾经是斯大林 罗斯福 伯利利涅夫 希特勒 控制经济的做法 这样一种做法短期有效 长期必然失败 或者说中国实际上只有通过改革 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还有兑现法治的承诺 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 这样中国才能够找出中等收入的陷阱 实现现代化 现在要重新回到那种城乡分割的那种制度 二元的户籍 是不可能的 而且二元户籍制度本身就应当废除 博士很早就主张要废除这种二元户籍制度 二元户籍这种隔离制度 它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还要坏 现在世界上也只有两三个国家 采取这种城乡分割的 地区分割的这种户籍的办法 南非在六七十年代 每年都要对几十万黑人 以检查身份证打工证的名义 对它进行扣留啊 遣返 中国在2003年之前 也采取检查身份证 占助证的这种名义 将无数的农民工收容遣送 现在又以清理低端产业人口的名义 将他们轰走 但是对一个城市来说 人口它是相互需要的 或者说一个城市的不同的产业 不同的行业 它是相互需要的 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 低端产业的人口走了的话 相应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都会水涨船高 船高也会损害高端人口 或者说城市其他人口的利益 所以这种做法必然是失败的 会失败的 好 秦美平先生 我想接着刚才您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就是我们上面部分讨论结束以前 你觉得你预测中国的 会出现未来相当近的时间 会可能出现经济上的问题 那么您觉得中国经济上最深层的原因 现在引起担忧的 而且引起当局这些做法的 最深层的经济上担忧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事件 或者什么事情 会成为一个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出发点 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 谢谢 我觉得刚刚听到胡心头教授 还有吴强先生那个说法 其实代表着说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善良的愿望 我觉得跟中国共产党当局来说 其实就是一种与虎谋皮 你说就好像大家都觉得 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会很坏 大家都有这种共识 对不对 很多方面不得人 其实社会不公平不正义这样子 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 我们想象的那么蠢 他们其实非常聪明 他们对整个中国老百姓的心理状况 整个经济发展的状况非常清楚 包括说在十九大 我们才一个多月前 对不对 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 央行长周小川居然在讲说 警惕中国的金融风险 警惕中国的民事及时刻 这是非常出乎意料的 所以很蹊跷的一个事情 这个政治敏感点来讲 对 按道理说不太可能发生 但是发生了为什么 包括说这一次 十九大才开完一个月 就在北京采集新冠商人 对不对 采集这么强烈的措施 去驱逐低端人口 完全不是说不懂社会治理 不懂管理 他们难道不知道说 把所有的福利分给大家吗 让大家过得好一点 天天去点赞吗 他们知道 现在是采运没有办法的办法 他们知道说 比如说我们看经济状况 债务状况 他们在2016年底 整个中国的债务 大概已经到了 是200万人民币这样子 去年的那个 200万亿 200万亿人民币 然后去年的GDP是74万亿 差不多是GDP的279% 那今年又通过这个 继续刺激经济吧 靠那个印刷钞票 那个又投了几十万亿 那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预测说 到今年年底 马上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他整个债务可能会 达到多少 达到300万亿 250万亿 然后呢 可能是同期GDP的300% 那这个债务是非常严重 如果继续按照 2018年 还是这样模式操作的话 可能突然爆料 全部完完 他们其实非常知道 这个风险 这也是为什么 周晓川会提醒 这个中国的金融风险 然后中国政府又特别成立一个 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 来管这个一行三会 包括说所谓的金融反腐也好 做了很多动作 我认为说这个其实就是 清理所谓的低多人口 是跟这一系列的动作 是做一个配套 他必须要防患于未然 未与筹谋 他为的不是说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他考虑的从来都不是说 十四亿人的利益 首先考虑他执政党的 执政集团的利益 其次才是社会的利益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流程 所以在事关 他们整个政权安全的时候 甚至城王的时候 还给大家讨论什么人不人权 从来共产党从来不会关心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措施 他们预计说 这个债务危机 已经不能可能 沿着这个方式再走下去 如果到四百万亿的时候爆掉 那个可能是血流成河 是不是 所以他想提前采取措施 比如说他们也想爆掉 其实很容易 比如说不继续输血就好了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爆出来的时候 丹东港 光一个公司 一个国有企业签了几百亿 他连那个利息都付不出来 现在连利息都付不出来 是有多少企业呢 很多国有企业 还有地方政府 他欠了银行的利息都付不出来 最后这些债务 全部可能转化为 14亿人承担的 那债务危机爆破之后 接下来就是金融危机 昨天还有人在推特上问我说 那个农村信用社 那个钱安不安全 首先倒掉的这些 就是小规模的金融机构 他可能保那些所谓的 四大国有银行这样子 那债务危机爆了之后 接着金融危机 接着就是经济危机 和经济萧条 那这个四个危机来说 说实话 我们现在很多人 在看这个低端人口 在同情他们的 这些中产阶级 可能很大部分人 就直接倒回原型 成为底层草根了 然后到后面 马上就 政府最担心的是后面 他不怕老百姓没钱了 他最怕是老百姓造反 刚才有人也分析了 老百姓是有饭吃 他不会造反 但一旦说 大家都失业了 失业非常严重 你的房子被银行输走的时候 这种愤怒的情绪 可能就转换一种暴力了 那整个可能社会秩序失控 你再多的军队也不行 你几百万军队 几百万警察 根本不顶事 因为这个数量级 是几千万几亿的人 我们当然不是说 几亿人都会上街 但是只要里面 有百分之一千万人上街 他们就吃不了兜兜走 所以他必须要防范 因为未然未雨绸缪 我认为说共产党他很坏 但是他很聪明 提前采取措施 那我希望说 我们老百姓 也听得懂共产党的语言 也要自己 每个人也要防范 自己的债务危机 来防范自己的一个 未来发生的风险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我想听听 吴强先生也来 就刚才秦伟平先生 那个观点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不仅仅是北京 那么上海 深圳等地 现在也出现 开始清理这个个体户 外来人口等等 这是不是会成为 一种全国性的趋势 那么这种趋势 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防范 比如说如果经济出现问题 社会上的这个不稳定因素 你觉得这对于中国统治者 从统治术的角度来说 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 听听您的看法 我刚才说了 我个人不认为 这是一个反危机的一个措施 但我相信会在全国性展开 全国范围展开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 中国提出了一个乌托邦的构想 就是雄安 实际上我们看到 雄安的这么一个乌托邦的设计 它的一个所谓治理的思路 正在全国范围展开 北京现在正在进行的驱逐 所谓低端人口的行动 实际上是北京的雄安化 那么上海其他地方 都在效仿这种方式 把全国雄安化 这种雄安化背后是一种 什么样一种深层的心灵呢 我个人认为是 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 成乌托邦的一个幻想 像学托马斯莫尔 在乌托邦设计当中 把全国分为13个区 那13个区不同的工人 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人口 不同的一个状况 就像我们在比如说美国电影 这个饥饿游戏里面 所看到类似的情景 中国现在实际上 也在走这条道路 未来我们会看到 很多行政区划的调整 很多城市治理上的调整 实际上是往一个激进的 乌托邦的一个国家治理 和城市治理的方向在走 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政治风险 觉得没什么问题 觉得天下太平 所有的反对党 所有的反对派 所有的党内异己分子都消灭了 那么他们觉得可以放手来这么做 而这么做 当然长远来说 是有反危机的考虑在里头 是要把人通过这种乌托邦的 一种隔离的设计 防范他们可能串联 即便有些地方发生了抗议 发生了骚乱 也只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层次里头 地方的一个领域里头 而不会蔓延到其他地方 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是两者的相结合 短期来说 还主要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设计 全国雄安化 好的 接下来我再请大家听几位网友的评论 一位叫吴景刚的一位朋友 他说呢 他说看起来中国又要建立 如同毛时代的绝对的城乡二元结构 民众完全丧失行动自由的日子 越来越快了 民变也会越来越近 一位叫马良的观众朋友 他说今天晚上我在路上的时候想呢 他说中共但凡有任何正改的想法 或者政治气氛松动的迹象 都会让他们死得更快 他说正改不行那怎么办 那大家就一块沉船吧 还有一位匿名的观众朋友 他说高端人口也是从低端人口 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这就是一个打怪升级的过程 当局一昧的限制人口流动 只会使得下层阶级向上流动的希望 变得越来越渺茫 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最后还有一位叫Alan I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呢 中共不可能让人民富足 保暖私盈域 物质条件好了 就会要求政治权利 他说中共当局呢 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将阶层固化 让底层人口为生计奔波 吃不饱 无暇顾及个人权利 让既得利益者固化 既而拥护中共统治 最符合中共利益 那么胡信斗先生 我们知道刚才秦伟平先生 和吴强先生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那么秦伟平先生觉得是 出于经济危机防范 经济危机带来 政治不稳的这个考虑 而吴强先生觉得是中国当局的一个 所谓的乌托邦的理想 那么不管这两种哪种是更贴近现实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结果呢 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阶层的固化 那么保护这个特权阶层 或者是最上层阶层的一个利益 而底层阶层呢 就是一直是被驱赶 和这个所谓美好生活隔离开来 我想听听您对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 素来对于中国社会这个批评 就是说它这个阶层固化的问题 向人口向上流动 底层向上流动的这个渠道堵塞 那么如果这样成为一个更社会隔离 成为一个越来越强的中国社会的特征的话 你觉得从长远来看 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社会它的确是在阶层固化 底层民众很难获得上升的空间 它很难获得很好的教育 户籍制度也使得它很难融入到城市 很难成为城市的居民 我们的媒体也很难去反映弱势群体的呼声 因此对我们这个底层的人士来说 他们的确只能够为生存而奔波 只能为每天的这个吃饭而奔波 也许有的人认为只有让老百姓处于生存的 在生存线上挣扎 这样他们可能就不会去寻求自己的这个政治权利 但是这样一个社会也很容易激起民变 我认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府 中国政府它应当还是一个有理性的政府 它还是应当按照它所倡导的 去为人民去谋利 以及它所倡导的这个法治 18届四中全会所倡导的这种法治 以及它19大以后所倡导的这种 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 从这些方面来考虑 也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 还是要考虑到如何去遵守法治 而不是说党制大于法治 书记大于法律 现在大量的低端的企业 它虽然领了营业制造 但是说关就关 使得许多人群家荡产 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损失 可能就是源于行政命令的这种一刀切 或者说由于政策的不稳定 就导致大量的中产阶级消失 所以我现在担心 很多的中产阶级 现在也变成了弱势群体 社会边缘群体 这样实际上对于中国社会更加不利 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 在损害着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的权威 只有给人民平等的权利 政府的合法性才能保障 因为中国应当为弱势群体 提供更好的照顾 让人民说话 给国民三免 所谓三免就是完全免费的基本教育 免费的基本医疗 免费的基本养老 这应当是政府做的 只有这样做 我认为才能够防范社会暴乱 好的 最后因为时间不多 我想请秦伟平先生最后做评论 但是在此之前 在引用一位观众朋友叫制服的 他说中共继承和发展 封建奴隶制度 用户口将人从出生起 就分为三下九流 城市人口拥有教育 就医等社会资源无比优越的待遇 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优越 而农村人口则犹如奴隶 那么我想听听秦伟平先生最后 我想大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 中国的这个未来的国策 以控制 以隔离为特色 那么为什么从历史经验来看 一般说来以这种特色为 就是以这种方式为特色的这个统治 往往都是失败的 我们知道其实从中国以前计划经济 户籍制度都是很失败的 那么你觉得为什么这种制度注定要失败 本身来说中国可能近三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让整个社会好像一个经济发展 老板银的生活水平提高 大家觉得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自由度好像应该是越来越高 朝着民主的方向去走 但是共产党因为他一党执政决定了 他现在遭遇到这个大的经济困境的时候 他想到说自然的左转 我在19代之前做了一系列的节目 讲说中国可能会重回一个 新时代的计划经济这样子 目前看来可能非常有可能走这条路 那他们把通过比如说把这些外来人口 我们叫比较低的人口 把它潜回原籍也好 或者说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各大城市 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 或温和或激烈这样子 因为具体的每个地方的主政官员 他可能每个人的方式方法 性格特征也不太一样 采取的方式 但是大家看到说越来越多的政策会出台 把这些流动人员我们叫 或者说流动阶层 它会稳定在他们之前的原籍所在地 比如说是农村也好 或者小城镇也好 或者县城也好这样子 他们想试图制造一个 对于政权安全 社会稳定比较有利的一个环境 然后明年可能会出台一些 更深入的配套的措施 比如说限制跨省的流动 或者跨省的打工 他们鼓励一下 在本省里打工就好了 这是一方面 另外我分析 他们并不是说完全就不管不顾 因为这些人我们讨论到 回到农村之后很多人都没有土地 怎么办呢 甚至特别是年轻人80后90后 他已经见惯了市面 很多人就是在城市出身的 他们没有城市的货口 在城市接受教育 他可能货口比如说是河南某个地方 他甚至一直在北京长大的 北京出身 无非就是没有北京货口 没有北京的住房而已 他们完全就没法接受 或者说适应这个农村的生活 所以他们必须得配套说 一些政策会朝那些 比如说限运经济 朝那些乡村去倾斜 至少短期内 他希望问题维持一个稳定 这是当然这些当局来说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你看他提到说 包括我们胡云德尔教授 也特别提到说 因为他们可能有过这种经历 城乡二元自然的户口 这种万恶的制度 把人困在那里 我听父辈说 他们之前 比如说你想离开 你那个所在的那个县 你都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你要有介绍信 单位介绍信什么的 你才可以去买票 你不然都走不了 什么就非常惨 那对于整个政局来 政府来说 如果一旦遭遇到 比如说那个强大的经济危机 然后社会要萧条的时候 他发生那个社会危机 甚至政治危机的时候 他如果把人能限制在他 就是说全国不同的地方 然后通过一些军事戒严的 或者说民兵把守 他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 可能对他们政权的冲击少一点 或者他至少可以保证 他一些大城市的安全 那这样他政权稳定 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这是一个短期短式的行为 我认为 他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 他不得已采取的办法 我还是那句话 其实包括整个国际环境来说 中国这个经济发展 主要是靠那个出口 开放 经济活力 现在整个国际上 有一个反全球化的措施 中国的出口是说 他没有办法 他短期内采取这种办法 先过这一关再走 他知道这一项不行 肯定会出状况 但是他现在顾本了那么多 谢谢 对不起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焦点电话节目就进行到这 感谢胡信斗教授 秦伟平先生和吴强博士的精彩的讨论 我是宁心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